是否真的要入行 先说动机 如果为钱 以付出来算 跟女优相比 AV男优的薪酬是很低的 一般来说分几等 一 最低等的叫支男 只能先蒙着面或者不入镜 等需要的时候 仅仅提供弹药的男优 这些男优多为粉丝 为一督女优风采而来 日薪5000日元左右 二 洋男 只需要提供武器 无需眼动作器 但必须有相当的操控力 能在短时间内 多次发射才算合格 日薪20000日元左右 三 一般男优 这就需要肉搏了 这就需要肉搏了 日薪三到五万日元之间 四 有名男优 如山行剑和东尼大幕 日薪六到十万日元 五 顶级男优 如加藤英 日本第一AV男优 人称黄金手指 一部薪酬十万日元左右 如果未爽 男优这一行业一定会让你失望的 因为AV最重要的是观众爽 其次导演爽 然后女优爽 你爽不爽 没人在乎 而且千万别爽过头 忘了镜头 你看不看得清楚 无所谓 最重要 观众要看得清楚 譬如 你正进入爽着眼帽金星 卡 女优捕捉换镜 等待期间 你也得保持备战状态 再来 三十秒 卡 再来 如此这番叉叉停停三至五个小时 你的武器必须保持军人姿态 立正 收起 立正 收起 一吹哨就要有条件反应 不然 等着失业吧 所谓日新 一天要拍三部片子左右 近十个小时余本能的战斗 才入行的话 你必须做好战质虚托的准备 还是决定入行 基本上来说 你还是得先到日本 在那里 你可以找到最发达最专业的市场 你可以从杂志的小广告里 找到面试机会 从直男做起 等待被发现 此外 现在有一些AV制作公司 开设了AV男优课程 可以让你接受几个月的演技训练 毕业后就可以出道拍片 不过 做男优有一些硬性要求 如 一 你的武器搏起时至少15公分以上 二 发射时要能够发射够多 且足够浓稠 三 一天最少能够发射五次 四 能够不依靠外界刺激勃起 最好能随时随地勃起及发射 五 不可以有传染病 性病及口臭 六 能够在众人面前make love 包括导演 摄影师 工作人员 化妆师 等光师等等等等 七 体型一定要够结实 最好有点肌肉 八 不怕被别人知道自己拍AV 如果你看了上述所有 依然认为自己满足条件 坚定地要走上职业 AV男幽的道路 大家真的很感动 壮载我大汉男子 征服东营女幽去吧 扫年 谁能用爱红杆我这颗潮湿的心 给我一声轮候 一点吻情 谁能用心感受我 这份低血的痴情 给我一片晴空 无声音笔 我感谢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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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